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观设计方面 新款AirPods可能介于现款AirPods和AirPods Pro之间拥有稍短的耳饼 同时佩戴感也将得到改善 其次 第四代AirPods很可能会搭载 与第二代AirPods Pro相同的H2芯片 得益于H2芯片带来的计算音频改建 新款AirPods有望在低音表现和清晰度方面实现全面提升 此外 个性化空间音频 更快的配对和设备切换速度等功能也有望得到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 H2芯片还将与蓝牙5.3协异箱搭配 可以提供更快 更可靠的连接 并改善功耗表现 有望将续航时间从目前的5小时提升至6.5小时左右 我们也可以期待新款AirPods 支持类似AirPods Pro的触控式音量调节功能 以及更深入的查找功能整合 比如UE芯片带来的精准追踪和充电和内置扬声器等 不过 苹果可能会将其视为高端专属功能 最终能否在新款AirPods上实现还有待观察 与最新的iPhone机型及USB-C版AirPods Pro一样 第四代AirPods预计也将采用USB-C充电接口 据传 明年苹果还将通过软件更新为AirPods加入助听功能 使其成为传统助听器的替代选择 预计在秋季发布第四代AirPods阵容后 苹果会将目前在售的AirPods两下价停产 入门款AirPods4将作为替代选择 而高端版本则替代目前的AirPods三代 最后 值得期待的是 入门级AirPods4的定价可能会比第二代更加鲜明 此前有传闻称其定价为99美元 第二代为129美元 在上市一段时间后 渠道价格也会进一步降低 对于打算低价入手苹果耳机的用户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 关于新款AirPods的升级汇总 不知道有没有戳中你的点 如果还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别急 苹果还在憋着大招 根据彭博社记者Mark Gurman的爆料 苹果在未来设备的规划里 有两个大胆的想法 一时带有屏幕的HomePod正在研发中 当中将集成Apple TV FaceTime等众多功能 二时配备摄像头的AirPods 低分辨率的镜头将用来收集周深信息 并通过AI处理数据 以此协助人们的日常生活 两个概念产品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但这种前卫的组合 以及一反苹果简约的理念 特别是戴镜头的耳机苹果将如何做到 实在让人费解 和Jeffrey同样觉得好奇的小伙伴 不妨一起来探究一下 在翻译相关文献资料时 一份代号为US11432095B1的苹果专利文件 似乎能证明镜头架耳机 这对奇葩组合的可行性 新手总结 在这份专利文件中 加上摄像头的并非AirPods 而是AirPods Max 另外 当中设计的技术也不是新闻中爆料的AI功能 而是已经在Vision Pro上出现雏形的空间音频 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原理 人是如何辨别声音发出的位置的 两只耳朵在头两侧的布局 除了美观 更重要的作用是让我们拥有了听声变味的能力 在保持同一水平线且轴对称的前提下 尽可能远离彼此 为的就是在听到同一个声音时 每只耳朵接收到的声音信息 与另一只都有所差异 主要包括刷耳时间差 强度差以及频率差三种 一般的来说这些差异都非常微小 以时间差距离 生活中的大部分声音到达两只耳朵的时间 都是不一样的 帮忙只有百微毛左右的差别 我们感知不到 大脑则可以从这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声音信息差异中 判断出熟现熟后听见 以此产生了声音从那里发出的感觉 好比我们启用手表上找手机的功能时 耳朵就是通过各种声源差异 才能顺利发现手机掉进了沙发缝里 许多电影院和家庭影音设备 正是利用了人耳极为敏感的特性 在有限的空间内用多声道的组合 实现环绕的一体声 让观影在声音层面身临其境 以上的信息包含了两个核心要素 人能通过声源信息的差异实现听声变为 声音从空间中不同位置发出 造成了听觉上的差异 这份专利文件就是在解释 苹果如何只通过耳机让用户 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 就像是拥有了一整套环绕立体声设备 这项技术被称为虚拟声场 拥有虚拟声场的设备 能在当中构建若干个虚拟扬声器 通过听声变为的声理特性 让每个扬声器都放在用户 所处空间的固定位置 从而实现一副耳机就是一套音响的效果 那么摄像头在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科技博主和同学在Vision Pro评测的视频中 做过一个实验 把Vision Pro的一个应用窗口 放在固定的位置后 往远处走了300余米再回到连地 窗口的位置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如此精准的定位来源于Vision Pro前方的 视觉定位系统 通过红外线 摄像头等扫描所在空间的物理信息 并记录窗口在重构空间中的物理位置 以此实现了令人惊叹的转确定位 AirPods Max上的摄像头 也是利用相同的原理录入图像信息 再由跟踪处理器实时分析用户的头部位置信息 并且能够使用显示器和周围环境的映射作为参考 来跟踪用户的头部 实现双重保障 搭配上Apple TV盒子中的摄像头 虚拟扬声器在房间内的位置就能确定下来 若干个声源从放在哪里 从哪发射 都有据可疑 简言之 镜头让AirPods Max拥有了视觉 虚拟声也能接近真实的还原实体音响的效果 比起听到 我更愿意说成可以看到声音 虚拟音响摆在哪 摆几个 都可以由用户自己设置 5.1或7.1环绕声不用再搭配周折的添置 甚至还能根据电视尺寸 位置和收听区域实时调整 同时用户的坐姿也会影响虚拟音响在声场中的位置 专列文件中还说明 在虚拟声场中 可以生成单独的一组一个或多个虚拟扬声器 并将其分配给多个带着相同设备的用户 即使两人交换了座位 或是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虚拟声场都会根据用户的所在位置 调整每个虚拟音响的音效 使每个音源都能相对使用者保持静止 另外 专利当中还对显示器做了特别说明 虚拟声场中的观影屏幕 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电视 而是拥有屏幕或投影的设备都可以实现此类功能 例如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投影仪 台式电脑屏幕等 也就是说 你的下一套环绕音响 为何不能是耳机 当然 镜头加耳机的方案是否会真的来到我们的身边 即使苹果真的将二者融为一体 到底会走向用AI协助人们的日常生活 还是回到专利文件中虚拟生产的技术路线 我们都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 不过在数种新型技术不断涌向市场的时候 终究会出现一个最适合时代的选项 在这之前 比起得到结果 不断地大胆尝试 才是当下最有价值的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新款AirPods有兴趣吗 你对苹果的配备摄像头的AirPods的起思闹想又是什么态度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